空空 你们LV5每天在干嘛呀 我也想知道LV4每天在干嘛呢 那就从LV0开始说吧 我们呢 我们刚下载B站还在游荡的 因为不能评论 不能发弹幕 所以一般人都察觉不到我们的存在 也触碰不到我们 所以我们也是白塔的阻力军 诶 确实诶 摸不倒 这位施主 想必你还没通过最初级的百刀试裂 没有打破逼近LV0到LV1的家属 如果你不想杜绝或者杜绝失败 可以到平身这里来领取BD邀请马一张 嗯 真的吗 不用客气 看你还敢过来白票 下次记得一键三连 我刚来B站不久还不知道什么是一键三连的 啥B就是不喜欢踩和举报啊 原来如此啊 我这就改不出一键三连 嗯 空空 这位施主可能需要超度一下 好了 再联着玩意长按点赞三连你就知道 只要熟悉地掌握了这个技巧 你的经验就犹如烫囊球一般收到清了 每天投屁能获得二十点经验 观看和怎么发各得五经验 呜呼 听声音喜欢 圣头十年币啊 我竟然这么快就上来LV2了 我终于可以欺负萌新啦 呃 呃 我再也不会欺负萌新啦 但我这个等级也意识到硬币有重要性 无数RB主穷极一生都见不到硬币的尊了 所以我会一边用瑕疵一定骗RB主 一边偷偷地投硬币 打了我这个等级已经把之前摘下的硬币全部用光了 而现在努力攒着每天登陆时送的一颗硬币 看视频时只能被破白嫖了 但也会点上一个赞 硬币如此珍贵之物 你们却如此挥霍 这硬币的真正用 应该是遇到一个喜欢的错 或者一直支持大UP主发布的新作品 才义无反顾的投注 而不是做一个贱人就发的散财童子 难道你们不知道每天风景就五十个经验吗 怪不得空哥的进步如此稳定 原来奥秘在这里啊 可是大师兄这么稳定 为什么这么久还没达到LV6 你对今生到LV6需要付出的代价一无所知 生计还付出代价 从LV5到LV6所需的经验 可是要比从LV1到LV5的全部经验还要多得多 就算每天风景五十点经验 也就是说从一级到六级 至少需要整整八百一十八天 不就是八百一十八天吗 是啊 也不过就是全年无休两年多 啊什么 全年无休 连逼阵等级都要内卷的吗 恐恐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实想要快速升到LV6 也不是不可能 啊 大佬就是大佬 成功果然要接近 那就是给UP充电 其实经验跟财富是黑块 然后充得越多升得越多 所以你们看我的粉丝基本等级都很高 这就是地位跟财富的象征 牛皮 那敢我们需要多少赢呢 才能直接飞升啊 呃如果是刚到LV1的模型的话 只需两万八千八百软妹币 真 时间就是金钱 呃突然觉得下次一定跟白票好香啊 低了 B站等级低了 这些看似是UP主跟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 其实更是一种互相成就的过程 每一次等级的提升 都是一次成长的历练 无论你现在处于哪个等级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 那些UP主们真心实感的作品 都已经成为了你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萌信也好 元老也罢 B站不正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热爱之了 才会变得更好吗 萌信也好 物质 都缠字